47个组织或参与民主派初选人士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连续第四日提堂 部分被告上午继续就保释申请陈词 多个被告包括民主派初选发起人之一 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戈耀廷 另一个发起人前立法会议员欧乐坚 文兆坚 正被扣押的胡志偉等 由离知觉收押所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认讯 有近百人在庭外排队轮候入去庭里面听审 法庭原定早上10点开庭 结果延迟大约40分钟 控方开庭的时候说 昨日传媒报导审讯的时候 内容超出刑事诉讼程序条例 有关报导保释内容所容许的范围 认为对被告不公 亦对现时和将来的法律程序稳健性有不良影响 希望裁判官可以公开提醒大众对条例的规范 辩方大律师马维坤就说 昨日提及有关批准 剔除禁止发布保释内容的程序 不认为属于在保释内容里面 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惠德之后提醒 除非有法庭命令 否则报导需要遵从条例 之后多个被告 包括李宇迅 林卓廷等人致辩 亦有部分代表律师 说将会就陈迟作出补充 部分被告 包括陈奥辉和周嘉诚 昨晚聆讯完结之后不舒服送院 之前的聆讯亦先后有几个被告不舒服送院 无线电视记者 留存广辉和周嘉诚 感谢观看